我们来看到范利一水波的折射 水波槽中 他用10赫兹的起波器来起直线波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支 这个图形上面有一个向右的箭头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很明显的判断 水波是往右行进的 行进方向向右 那这是一张照片 它不是影片 所以它不会动 OK 那换句话说 从这个箭头我可以理解到 水波是从A入射到B的 那么他说生前不等 那从A区传到B区夹角53度 然后呢 波长是4公分 有给Landa1等于4cm 好的 然后10赫兹 第一小题 要我们从波长 你看哦 A、B两区有一区升一区前 那他题目就要我们找出哪区升哪区前 那你看这个题目里面你没有看到法线 你没有看到折射线 所以要么你就自己画 那要么就是你用偏向法线还是偏离法线来判断 A区跟B区谁升谁浅 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波长来判断 你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到显然就是这个区域的波长 它题目有画了 这个Landa 这个Landa等于多少呢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Landa1是大于Landa的 或者是我们说把它叫Landa2 所以根据这个肉眼一看就知道A区是波数比较快的 为什么 因为V等于FLanda 这个F一样 则这个你可以知道V是真比于Landa的 所以A区的水深A区的波数快 V1大于V2 因为Landa1我来写一下 Landa1大于Landa2 这是用看的 所以可以导致V1大于V2 所以深度谁升 一号比较深 A区比较深 第二小题波数是多少 这个也简单 V1等于什么 F乘以Landa1 而F他有跟我讲10赫兹 10赫兹 那Landa1呢 是4公分 但你要记得哦 请你把它改成公尺 这样 而赫兹等于秒分之一嘛 所以这样子乘起来之后 你会得到0.4公尺每秒 好 他要公分 所以是40公分每秒 好的 非常简单 第三小题 他要问折射波的波长是多少 好的 那这下子我们免不了要带什么 折射定律了 赛SETA1比上赛SETA2是多少呢 首先你要先找出路射角SETA1 路射角就是路射波前跟界面的夹角53度 果然我之前就跟你说 我们不会画路射线 不会画法线 只会画波前 所以你就会必须要用波前来判断 他路射角几度 同理折射角37度 就是折射波前与界面的夹角 那这个就是5分之4比5分 5分之4 比5分之3 所以是4比上3 然后他是定值 果然是定值没错 但是他也等于什么 V1比V2 也同时等于什么 Landa1比上Landa2 Landa1今天我已知道是4公分了 Landa2直接肉眼直接看 Landa2就3公分 好的 写完了 好 不行 还没有 他还要问我什么 折射波数率 那折射波数率就V2 那V1等于40公分每秒 那V2等于30公分每秒 好 这样真的写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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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